大家好,一起到北卡罗莱纳州,不知道您想到的是什么? 杜克大学、夏洛特、黄蜂队、大厌山国家公园、三九研究员、美国银行、还是老北州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想到的第一个词 北卡罗莱纳州,简称北卡,位于美国东南部大西洋沿岸 总面积13.9万平方天米,常住人口为1070万,首府为罗利,最大城市为夏洛特 其他主要城市有格林斯伯勒、德韩、温沙、贝耶特维尔、维尔明洞等 罗利位于北卡罗莱纳州东北中部地区,皮安蒙特和大西洋沿岸平原地区交汇处 人口约47万,是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和联想集团美国总部的所在地 因道路两旁有许多橡树,而被称为橡树之城 夏洛特位于北卡罗莱纳州中南部,皮安蒙特丘陵地区 人口约89万,是美国重要的金融、贸易和交通用户中心 也是美国东南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城市 1.历史 欧洲人到来之前,北卡罗莱纳地区的切洛基人生活在北卡的大西洋沿岸平原的森林中 以狩猎和普玉为生 1580年代,英国人向该地区海岸外的罗恩洛克岛移民 但数年之后,当补给船抵达时,整个殖民地空无一人 史称消失的殖民地 1629年,卡莱罗纳省脱离弗吉尼亚殖民地成为新的殖民地 1663年,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将这块土地赠予英国领主 并以他的父亲查理一世的拉丁文明命名为卡莱罗纳 1712年,由于智力纠纷,卡罗莱纳殖民地分裂为北卡罗莱纳州和兰卡罗莱纳州 1789年,北卡成为原北美13个殖民地中第12个批准联邦宪法的州 自称老北州,州歌名也为老北州 北卡因种植园经济没有废除奴隶制 南北战争期间,北方对南方定型了严密的海上封锁 北卡的烟草和棉花无法出口,经济受到重大打击 1865年,南方战败,北卡废除,蓄罗日 二战后,由于交通用处条件的改善,加上有众多大学的支撑 北卡中部着点将高科技产业作为自身发展的重点 1990年后,北卡的罗莉、德韩和教堂山三座城市 形成了一个高科技三角区,被称为三角研究员 21世纪初,高科技、制药、银行、食品加工、汽车领部件和旅游业等经济产业 开始成为北卡的经济驱动力 二地理,北卡兰宇、兰卡罗莱纳州和佐治亚州接壤 依靠前拉西州、北界弗吉尼亚州、东陵大西洋 北卡分为三个地理区域,从东向西分别为沿海平原、皮德门克高原和阿巴拉西亚山区 沿海平原大部分地区起伏平缓,海滨多沼泽 海岸外有一连串沙州和岛屿从弗吉尼亚州经过本州升向兰卡罗莱纳州,称为外滩 中部的皮德门克高原是该州人口最多的地区 包含该州人口最多的六个城市,由平缓起伏的乡村组成 经常被丘陵或低山脊打破 封布着一些小型孤立的、深受侵蚀的山脉和山峰 阿巴拉西亚山区分为若干条相互交叉的山脉和一些较小的高原和盆地 超过1800米的山峰有43座,超过1500米的山峰有80座 米切尔山高2030T米,是密西西比河以东的最高点 北卡有17个主要河流 南岭山脉以西的5个河流流入墨西哥湾 其余流入大西洋 自1526年有记录以来 哈特拉斯角附近已有一千多艘船只在该水域沉没 该地区被称为大西洋坟墓 北卡东南地区属亚热带气候 西部山区属大陆性气候 沿海平原受大西洋影响较大 经常会有飓风或热带风暴 但大西洋对皮埃蒙特地区气候的影响较小 该地区的夏季比沿海地区更热 冬季更冷 北卡拥有全美第二大的州公路系统 以及东海岸最大的洞龙系统 夏洛特道格拉斯国际机场 洛利德韩国际机场和贝尔明洞国际机场 提供飞往全美和世界各地的航班 3. 经济 2022年北卡GDP为7301亿美元 全美排第10名 北卡以农业、金融业和以纺织、化工、造纸为主的制造业等产业为主 北卡拥有美国银行 霍尼维尔国际、家居装修、零售公司、老式、钢铁公司、纽克钢铁 以及由国家卫生实验室和罗氏生物实验室合并而成的美国实验室控股公司等13家全球财富500强公司总部 另外联想收购RBM个人计算机业务后将总部由纽约签至北卡 夏洛特是美国第二代银行中心 仅次于纽约 以教堂山的北卡罗雷纳大学、达勒姆的杜克大学和罗利的北卡罗雷纳州立大学为依托 三角研究员的信息和生物技术产业一直稳步增长 是全球著名的研究中心 拥有170多家公司和联邦机构 然而北卡的经济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 虽然夏洛特、罗利、格林斯伯勒等大城市在过去30年中经历了人口和经济的快速增长 但该州的许多小城镇却遭受了就业和人口的流失 因为北卡的大多数小镇历史上都是围绕纺织和家具工厂发展起来的 随着全球产业转移 北卡在这些传统产业失去了优势 北卡主要农副产品为猪肉、火鸡、鸡蛋、蛋豆、棉花等 北卡的烟草生产领先于全美 公属产量全美派第一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 北卡加钱收入中位数为61972美元 该州个人所得税为4.5% 平均消费税为6.99% 房产税为0.8% 居民总体税务负担较轻 全美派第35名 4.文化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22年数据 北卡常驻人口为1070万 其中白人占61.5% 非裔美国人占21.2% 拉美亿占10.5% 亚裔占3.5% 印第安原住民占1% 哼血儿占2.3% 曾经非洲人被贩卖到北卡从事农业生产 如今大多数非裔美国人口 集中在城市地区和该州东北部 近些年拉美亿人口增长较快 主要从事农业制造业 北卡三角研究区长期以来是 著名的民间音乐 摇鼓 重金属音乐 爵士业和彭克音乐中心 涌现了一大批爵士音乐和民间音乐家 如约翰·威廉·克川 尼拉西门等 北卡有5个专业歌剧团和3个高水平交响乐团 封部在夏洛特、罗利、格林斯伯勒、翁莎和阿什维尔 北卡拥有一支NBA职业篮球队夏洛特黄蜂 一支NFL职业美式足球队卡罗莱拉黑豹 一支NHL职业冰球队卡莱罗拉飓风 夏洛特黄蜂封属于东部的东南赛区 主场为光谱中心 原先的夏洛特黄蜂成立于1988年 于2002年签至新二粮 改名为新二粮黄蜂 2004年夏洛特成立一支新球队 夏洛特山猫 2013年新二粮黄蜂改名为新二粮提湖 将黄蜂队队名与原夏洛特黄蜂 在1988年至2002年的球技记录归至夏洛特 2014年夏洛特山猫正式更名为夏洛特黄蜂 黑豹队于2013年首次进入第38届超级晚 赖引29比32输给了新英格兰爱国者队 2021年重返超级晚 赖输给了丹佛野马队 卡罗莱纳飓风队的前身是新英格兰普京人队 成立于1972年 1979年球队前往科尼迪格州的首府哈德福德 并改名为哈德福德普京人队 1997年球队签至北卡罗利 改名卡罗莱纳飓风 于2005至2006赛季首次夺得斯坦利杯 也是北卡唯一一个职业联赛总冠军 另外西格罗福是美国手工淘气之都 拥有一百多个淘气场 是北卡著名的艺术率区 夏洛特的南方公园购物中心 是卡罗莱纳州最大最高档的购物中心 5.旅游 北卡拥有美国东部最高的山脉 300英里的海岸线 原著名文化小镇和充满活力的城市 推荐两条自驾旅行路线 南岭公路和外滩国家风景道 252英里长的南岭公路 可欣赏阿巴拉切山脉的壮丽景色 外滩国家风景道沿着张碧岛屿 外滩天心 经过迷人的海滩小镇和著名的灯塔 北卡著名景点推荐如下 1.大燕山国家公园 大燕山国家公园跨越北卡罗莱纳州和前拉西州 是美国东部一片广阔的原始森林 也是美国游客最多的国家公园 以其丰富的物种和壮丽的景色而为名 2.比尔蒙特庄园 比尔蒙特庄园是位于 北卡阿什维尔附近的遗处私人庄园建筑 修建于1889年至1895年 是北卡西部著名的观光景点 每年吸引超过100万人才来参观 其他受欢迎的景点有 北卡罗莱纳战舰 莱特兄弟国家纪念馆 北卡罗莱纳艺术博物馆 北卡罗莱纳自然科学博物馆 烟囱园周历公园 拉斯卡名人堂等 北卡特色美食为猪肉烧烤 6.教育 根据USNEWS2024全美大学排名 杜克大学排第7名 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唐山丰校排第22名 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排第60名 维克森林大学排第47名 公计QS世界大学2024排名 杜克大学排第72名 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唐山丰校排第132名 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排第274名 维克森林大学排第701至710名 其他大学有 伊龙大学 北卡罗莱纳大学 夏洛特分校 北卡罗莱纳大学 威尔明东分校 北卡罗莱纳大学 格林斯伯勒分校 东卡罗莱纳大学 西卡罗莱纳大学 北卡罗莱纳龙公州立大学等 杜克大学是位于 北卡达勒纳的一所私立研究型大学 校园分成四大部分 西校园 东校园 中校园 和医学中心 杜克教堂位于校园中心 杜克大学每年在研究上的 支出超过10亿美元 使其成为美国十大研究型大学之一 杜克有着十分深厚的体育文化 拥有全美最好的篮球队 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 NBA篮球选手和教练 该校校有教授及研究人员中 产生了15名卓贝尔奖获得者 3名图灵奖获得者 50名罗德学者 美国第37任总统尼克松 和苹果公司CEO库克为该校校有 其优势学科为 医学、生物科学、社会科学、商学、工程学等 2013年教育部正式批准 武汉大学和杜克大学合作成立 空山杜克大学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封校 是位于北卡教堂山的一所公立研究型大学 创建于1789年 是北卡罗来纳大学系统的提建大学 大学成立时只有一栋单一建筑 叫做旧东方 如今仍然作为住宅楼使用 它是最老的美国公立大学建筑物 在篮球界 北卡大学和杜克大学竞争十分激烈 篮球飞人迈克尔乔丹为该校校有 该校校有教授及研究人员中 共产生了9位多贝尔奖得主 23位普利策奖得主和51位罗德学者 其优势学科为医学、生物科学、商学、社会科学等 2023年8月28日下午 该校博士生齐泰里持枪杀害了他的导师 北卡罗拉纳州立大学是位于北卡首府罗利市的一所公立研究系大学 成立于188T年 古校区有三个分区 北校区、中校区和南校区 北校区是北卡罗拉纳州立大学最古老的部分 以它独技特色的红砖楼而为名 是大多数学术部人和一些宿舍的所在地 中心校区主要有宿舍楼、食堂、体育馆和学生辅助设施 南校区有希腊法庭、麦金门会议和培训中心 以及学生勤车换乘区 北校区和中央校区被北卡罗拉纳起路分开 该校拥有超过3万5千名学生 有全世界最好的纺织专业 其优势学科为农业、生物工程、纺织、统计学、材料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等 总结,北卡位于美国东南部大西洋沿岸 总面积13.9万平方天米 场中人口为1070万 以杜克大学、三角研究员、大燕山国家公园、外泰穷岛而民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点赞、关注、以防迷路 后续会陆续分清其他节目介绍 如果您觉得对您的朋友有帮助 请转发 朋友们,我们下期见